大家好 我是博威運動科技的總編 鄭框玉 這一次主要來分享這堂課的是 倡議的目的跟故事技巧 身為網路作家跟創作人總編輯的我 希望可以告訴你們怎麼樣做 倡議跟倡議的方法 還有故事的寫術撰寫技巧 在這堂課中我們會有四個主要的章節 第一個章節是媒體視頻的 如何講述一下公眾媒體的時代 到自媒體這個時代 第二個是媒體倡議的目標以及使命 媒體倡議的目標是什麼 以及你必須要抱持什麼樣的使命感 第三第四個章節是來講說 如何應用自媒體的形式 來述說一個好的故事 然後以及用這個故事呢 來塑造你個人的特色以及品牌 第一個章節是媒體視頻的 從公眾媒體走向自媒體 麥克魯漢說媒體局訊息 這個時代呢我們發現喔 訊息的媒介已經有開始不同的演變了 所以呢我們從開始從不同的訊息演變 包含從我們的手機 是最新現在看到的 最早期的有什麼 有電視 有印刷品 有書 每一個訊息的演變都會代表不同的媒介 然後代表每一個吸收訊息的人 都會有不同的領域的感受 跟思考的方式 第二個呢是我們要講的是 有關於大數據 那大數據其實沒有不好 那大數據在這個時代裡 我們發現每一個人都是一模一樣的 在這個時代我們需要的是後數據 我們需要有更多文化更多元的東西 更個人化跟故事的東西 第三個要講的是有關於 對於你跟讀者之間的關係 讀者的時間如果比你寶貴的話 那請問一下你要怎麼樣爭取讀者的時間呢 那如果你爭取到讀者的時間的話 個人的力量有沒有翻轉 這一個社會的方法呢 文字是一種訊息 影音也是一種訊息 你會發現一件事就是 在這個時代裡呢 我們從最早期的印刷品時代 到電視 電影廣告 書本 我們會有接受大量的訊息 但是近幾年來社群媒體 變成是收容人類注意力最大的軟體 你走在路上 你可能都會翻一下臉書 看一下YouTube 或者是看一下推特或Instagram 那很習慣性的人會發展出 其實就是人記憶體的形式 那固定的載體從什麼 固定式設備 比如說像電視啊 或者是一般的DVD 或者是一般的形式的Video 你會慢慢變成了所謂的行動裝備 比如說手機 你會發現手機可以看到什麼 可以看到電視要看的節目 可以看到你想要看到的影片 然後可以看到社群的動態 你會發 最感受到的是什麼 最大的差別就是 公眾的媒體的形式已經慢慢的轉變了 這個時代 這個時代已經不需要 已經 公眾媒體的形式已經開始有了不同的變化 每一個人都會變成自己的自媒體 所以你會看到 公眾媒體像電視 它開始有點收視率下滑 或者是報紙 它的開始已經開始有點消失 或者是紙本書開始變換 變成是電子書 開始是普羅大眾可以接受的東西 所以這個時代公眾媒體不再是那麼厲害了 真正厲害的是你的自媒體 可是自媒體就會延伸出另外一種形式是什麼 就是每一個人會發展出兩個不同的人格 第一個人格是你自我的人格 是現在你看到的這樣的人格 另外一個人格是什麼 是網路上的人格 網路上的形象 跟你網路上的風範 這兩個是完全截然不同的形式 所以訊息媒體的演變 會導致每一個人會有不同的形式 在我們一般的形式下面 一天屍體的生活下面 我們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但是真正的你需要去撼動的 做出不同的選擇的 其實是你網路上的形象 跟網路上的媒體力量 你一個人可以跟100個人說同樣一件事情 可是你透過網路的力量 合理的力量 你可以一個人可以跟很多人 幾百人幾千人去溝通不一樣的事情 所以你會發現很多人在溝通事情上面 他會有所謂的中音對照 為什麼 因為中文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 是華人都看得到的 但是英文溝通的時候是 很多的外國人都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掌握語言的優勢 以及掌握自媒體的形式 其實是可以讓你的訊息 有更多的媒介空間 所以呢 當你有你的想要倡議的東西 或者是你想要溝通的事情的時候 你可以透過什麼 臉書 或者是YouTube 或者是推特 或者是Instagram 可能會受限制 可是當你越多的平台去 發布你的想法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就是一個IP 你個人就是一個很好的自媒體 所以掌握自己訊息 其實很重要 在這個時代 大數據其實是一個均質的變化 我們很習慣性說到大數據這件事情 比如說我們可能看到的新聞 我們聽到的笑話 或我們感受到的緋聞 其實都是經過大數據推播給你的 那這個時代大數據是一個 活在這個時代我們一定會接觸到的 大家喜歡看的樹是什麼 大家喜歡吃的美食是什麼 大家喜歡去的地方是什麼 旅遊經典是什麼 這些都是數據可以推播出來的 比如說有100個人喜歡去花蓮玩 50個人喜歡去哪裡玩 這就是數據演播 可是呢 真正真正具備文化敵運的其實是什麼 是獨一無二的數據 就是我們所說的後數據 或所謂的深數據 為什麼 因為大數據的時代的時候 我們看到的都是什麼 我們看到的都是數據 都是數據的演變 可是在後數據的時代 我們看到的是story 我們看到的是個人的故事 它是更人文化的 更社會化的 它不是理工科 不是硬生生推給你的 它是更不同的 那它要求的是直化性的研究 它要求的是生化性的溝通 比如說我們在談的不是哪一個景點比較好玩 而是哪一個景點 它的深入的敵運在哪裡 它的故事性在哪裡 人們會探索的第一個是 哪一個地方可以玩 第二個探索的地方是 我這個地方玩可以玩什麼 比如說我可以看到的是文化的敵運嗎 還是感受到美食 還是說只是因為大家去這個地方 所以我就去這個地方 真正獨一無二的時候 這個敵運才是最好的 所以你會發現一件事 大數據的人都會被人家說 就是一個走向所謂公眾型的模式 然後大家都喜歡去的地方 可是後數據你會發現只有一個小眾而已 可是小眾其實是可以翻轉這個時代的 因為大數據喜歡的東西 跟小數據後數據喜歡的東西 其實是不一樣的 可是小數據的延伸跟改變 其實是可以讓更多人去感受到其中的差異的 所以大數據要求的是什麼 是平面的 後數據要的是什麼 是故事的 是有深度的 是具備文化的 所以一個人的故事真正重要的 不是所有人的故事 所有人的故事是無感的 那真正一個人的故事才是有感的 當我們在講一個人的故事的時候 我們會為這個人的故事做感動 你會很感動很喜歡這個故事 或者是你為這個故事產生共鳴 你想要去為他做什麼 可是當我告訴你很普羅大眾的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會發現大家對於這件事情的 數據的大量的積累 你會無感的 真正的大數據會讓人家很無感 你只知道它是數據的管理形式 但是有後數據帶有文化性質的 帶有感動人心的 或者是有文化底蘊的後數據才是有效的根基 所以當你要去做所謂的人物故事 當你要去做媒介的時候 你要記得不要只走向大數據 大數據是大家喜歡的東西 後數據是有效 並且是為你所用的東西 後數據才是你可以看到的根基 不要被大數據所影響 大數據是什麼 大數據就是你喜歡的笑話 大家最多的按讚的東西 最多的緋聞 最多的新聞 後數據是什麼 是一個人的故事 為什麼我會從A變成B 從B變成C 這個才是後數據 去鑽研每一個人的故事 去聆聽每一個人的故事 而不是只為了成績這件事情做演變 未來的時代裡 人人會不會變成是一個形式 是我有一個數字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數字 生命數字也好 或者溝通數字也好 這個就是一個數據的演變 可是真正的後數據 有效根基在哪裡 我們可以講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就是在沖繩 甚至在金門 它都是一個長壽的地區 金門的人高瘦的時候 可能是八九十歲以上的人 可是如果你以整個台灣來看 你會發現台灣的平均年齡 可能是八十歲左右上下 可是為什麼金門的人 會特別的高齡 或特別的長壽 如果你只看大數據的話 你會看到整個台灣的 平均年齡是多少 可是你要做調查研究的時候 你會發現只有在高瘦族群 你才可以調查到其中的差別 比如說金門的人是什麼 他怎麼樣的過生活 怎麼樣才有過的長壽 所以後數據才是 你可以看到的東西 大數據看到的東西 其實就只是一個普羅大眾的需求 或者是能接受的數據 再來是讀者的時間如果比你寶貴 那你要怎麼做 因為我們會發現一件事 所有的影片都一樣 影片是最好的形式 如果這部影片沒有辦法在三十秒之內 或在一分鐘之內吸引我 會讓我覺得有特別的感受的時候 我可能就會上一頁就跳開了 所以你要怎麼爭取別人的注意力 跟讓別人閱讀這篇文章 並產生感動 才是你現在這個時代最重要的 讀者的時間比你寶貴 你可以寫大部頭的文章 也可以寫簡單的文章 所以好的內容跟正確的時機很重要 如果你寫了一部好的內容 但是沒有在正確的時機 比如說你寫了一部有關奧運的文章 但是它不是在奧運的期間 播出來的時候大家是無感的 那什麼叫好的內容跟正確的時機 很簡單就是具有文化根基的新聞 那有文化根基的新聞可能 在這個世代的時候 我們有更多的文化根基的時候 人們對於這樣的新聞其實是有感的 可是如果說你沒有切合的時間 即使你有好的內容 你有好的內容 但是時間上是不對的時候 大家是無感的 所以有好的內容跟正確的時機 其實是可以喚醒大家對於這件事的重點 另外一個是 普通人也可以成為強大的自媒體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如果你有你自己的概念 你有自己的力量的時候 你可以去用你的力量去翻轉這個社會 面對的事情 當你有自己的自媒體空間的時候 你有不同的FB 有Line 或者是有各種社群媒體的時候 你可以翻轉這個社會的現況 那當你能做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必須要擁有自媒體的傳播能力 然後去想想 讀者如果時間必須寶貴 你可以做什麼樣的事情 看 Lesarfield 來 我來 謝謝 你是